刚刚你曾经在我们的公文部过 你也在议会里面 刚刚看到那张表 那个真的很荒唐吗 真的很爽 如果我还是公务员的话 我应该会主动积极 去抒发部 对对对 调直到抒发部去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对唐凤就是三个字 MUSASA 这个人到底凭什么 可以当数位部的部长 他之前的简历是什么 他的专业是什么 MUSASA 然后他当了部长以后 数发部的成绩政绩是什么 大家也MUSASA 可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数发部现在变成数钱部 大家都在帮他数 他到底怎么花的 花到哪里 刚刚提到说 他的办公租金 14个月7000万 花了3000万装潢 我告诉大家这不夸张 夸张的是什么呢 你总共就只租14个月中继办公室 你其中还有三个多月在装潢 大家好不容易 装潢的时候还是要付租金 好不容易装潢完可以上班以后 大家知道数发部在2022年的年底干了一件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开始实施一个叫做远距办公计划 不用进办公室 也就是说数发部的同仁在疫情过后 反而可以申请远距办公计划 请问一下如果你是公务员 你是想要在家里远距办公 还是想要到办公室来办公室 当然在家里远距办公 对 结果大部分的同仁就申请了远距办公 所以你给我花了7000万租了一个办公室 你给我远距办公 然后这个办公室就养蚊子 对 更好笑的是 当年为什么租新瓜 花这么高的价码租新瓜 因为唐凤讲了一句话 交通便利 可是同仁都在家里上班啊 为什么要一个新光大楼呢 然后有立委帮他去算一算 实际到场上班的人 跟整个租下来的这个办公室的坪数 一个人可以用到快要10坪 也就是这个摄影棚 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办公 其他的人不是在家 就是在国外 因为在出差嘛 对 好啦 那讲到他出国的费用 不是在飞机上 就是前往机场的路上 对 又或者是在家用网路上班 好啦 那速发部的同仁 既然可以在家用网路上班 也很符合速发部的专业嘛 那请问一下唐凤跟这些人 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出国呢 你不能用视讯会议交流吗 你的资讯联防 不是应该你在台湾 他在美国 然后双方进行资讯的联防嘛 你人到那边去 那还联防个什么鬼呢 刚刚提到说首尔 那一趟行程很夸张 那一趟行程还好 还有一趟最夸张的 我几乎敢等笃定这一趟 一定是部长要亲自去 两个人去 然后只去八天 要花72万 也就是两个人的一周游 一周游一个人要35万 到旧金山 大家知道西岸的机票钱 没有多贵 他一个人35万 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其中机票费 一个人要17万 我说我看这个我就知道 以后我当公议员这么多年 我就保证这是为了部长量身编列的 一个机票要17万 那就一定是商务舱啊 这一定是唐凤 或是未来的宿位部长 要亲自去的 我算了里面 每个都商务舱 你说你去远的地方商务舱 我还可以接受 你们去首尔商务舱 新加坡商务舱 这太夸张了吧 然后我们看看 我们帮数发部统计 今年他一年出国的天数329天 那代表什么呢 数发部天天都有人在国外 我们的数发部天天都有住外死结 正在国外上班 而且我去看去年数发部的出国报告 我告诉大家 都是科长以上的层级 那请问一下 主管都在国外 那他们的主员在台湾可以做什么事 对哦 所以难怪数发部没办法打炸 没办法做决定啊 我们的长官从部长 次长 主任秘书到科长 都在国外 全部都在世界非 你看他出国从美洲 南美洲 亚洲 东北亚 东南亚 什么州都去了 就只有非洲没有去 因为生活太艰苦了 所以大家都在出国 然后我再去统计这32次出国 总共有135人次 大家知道数发部也只有300多个人 一半 所以你看多么幸福气 我只要在数发部 我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出国 然后我还可以 就算出不了国 我还可以申请在家办公 所以 大家就在讲说 那你数发部到底成绩是什么 大家就在看你的成绩是什么 就看来看去就是花钱 花钱 出国 出国 然后更让人家难过的是 更让我难过的是 刚刚宝杰哥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点面线的系统也没有了 原本 点面线都不能卖了 连点面线的系统 好不容易大家觉得印象深刻 数发部做的事 就是开发了一个点面线的系统 结果原来点面线的系统也要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数发部到最后就是一个 神影部 当然跑立法院那么久了 上面有看到民进党绿营的立法委员 居然出这样的手 而且这真的跟蔡英文有关系吗 我今天这样讲 我大家先回想一下 今天这礼拜一不是为了海巡署 不是为了一个报告名称吵半天吗 对不对 两个 朝委在那边吵半天 一般 委员会开一开始的时候 照各位单位来 那个专案报告 业务报告正常 但是这中间就有奇效 我们看交通委员会这个礼拜排什么一层 这一拜的一三四 礼拜一 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 吴昆臣列席报告业务 业务概况并被咨询 礼拜三 交通部部长王国财 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咨询 今天是什么 邀请数发部部长唐凤 列席业务报告并被咨询 另外第二个题目 邀请数位发言部部长唐凤 就112年度出国预算 办理成效及113年度预算效益 进行专案报告 就我们刚刚看到那些数字 民进党的招委李坤泽 特别摆了一个擂台 把数据拿出来 让你蓝绿立委 把根性拿出来 把他痛打一顿 所以一般来讲 我叫你来报告 我可以给你一个可以粗略的 这个所谓的内容 可是他今天很白的是 你要把你的出国计划表 给我罗列出来 就是这个罗列出来以后 整个社会炸锅了 他就是知道说 你看前面两个都是业务报告泛泛的 你就来讲什么 唐凤的梦是东西 所以那时候 王国才不是还被人家蓝维骂说 你连机场的东西 你半个字都没有带 这样也可以混过去 李坤泽对他是这样 对到唐凤的时候 你这个东西 单独给我列一个报告 全部给我列出来 这是干嘛 就是蓝绿绿的用力K下去嘛 背景硬嘛 所以说前面两个其实都是 叫你的报告是放过你的 这个是真的要猎杀唐凤的 我就放一个擂台在那边给你啊 对不对 刚刚我今天跟廷维刚刚的话 唐凤这几年不是出国预算多而已 他发包包的预算也非常非常多 发包 他说要非常非常多钱再往下面发 他自己没有那么多人力 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多业务 其实花了很多钱在发包 那个东西才 已经给你两百亿筹备这个东西 每年给你这么多的预算 还要让你每天出国 就你还到处你的烟雾还是 左手换右手发包出去 我就有很多钱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廷维刚刚讲说 打人家财路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他平常真的 真的发非常非常多的钱 那接任状况 为什么唐凤会变成这样 一开始在讲自由的时候还看不清楚 我刚刚讲李昆哲的时候 大家就看清楚 就是说大家就是 一定要把你 就是有事情一定要把你干倒 可是因为你背景太硬 自由出来干不倒你 我都没有想到说 自由时报要去打一个民进党的官员 打三天打不下来 没有我们刚刚讲嘛 就是说为什么A3重要 因为A2通常就是一般的政治 A3是我今天这个报纸 我想要用力去凸显的专题 我连续三天我都是要 就是要打你 你看那个是什么 而且听说服有出手 没有压下去 蔡英文有出手没有压下去 所以唐凤天还刚才讲说 我老板没有要我走 他现在还很挑衅给你讲说 我感谢自由时报啊 对不对 感谢自由时报 给我说明的机会 但是有本事你干倒我啊 对不对 你说那是 那是讨讽跟自由时报呛瞎 不然你就不要讲话就好了 你不是跟自由时报呛瞎吗 对 你这样修理我还是稳如泰山 我老板还是没有要我走 对 你李坤泽摆了这个擂台 我还是没有要走 所以那个状况就是说 现在状况就是说 赖清德想让他走 可是很怕他走 很怕这样不够 所以又是美国 又是什么善权辱国 什么东西通通都来 然后预算书通通拿出来 让你去做这件事 只有蔡英文跟赖清德之间的矛盾嘛 那所以 现在状况还有很多 其实包括我最近几个部会 通通出包嘛 军方的那个 那个少将 那个马尾 接吻的 接吻的马尾妹 结果是高阶的舰长 对不对 这个东西 我问你啊 今天如果是 今天如果是政党轮替 你国外不敢去盖这个东西吗 你敢去把这个东西遮掉 说那个东西 那个人我不认识 不是自己人 还弄了一个伪证出来 对不对 然后苏丹宏的事情 敢跟你讲说 我查完了 但我不确定结果怎么样吗 而且你想 他苏丹宏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他又去搞健保费 健保费的挂号费 这个东西我这样讲啊 那东西到哪里都是重大政策嘛 从人民荷包掏钱 然后呢 他才感受这个 政党交替中间的矛盾 比我们想象更复杂 不然讲说你是看守内阁 你是一个看守内阁之中 我想你怎么可能说 我放话说我要涨地价 我怎么可能说 我要去涨这个所谓的 健保的挂号费 更不用讲 今天你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根本摆烂 不只是摆烂而已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 没有把赖清德看在眼里 假设实话 尤其挂号费那件事情 我觉得 那个东西不管你徐理上怎么讲 我觉得那个是有侵害到 绝民健保的精神 但是问题 从人民口袋里掏钱 这一定是重大政策 怎么会是你一个 看守内阁可以去做的事情 你做这事情之后 你不用去问赖清德怎么样 这都是赖清德要背 可是我今天我说错我就做了 我管理赖清德 接下来什么烂摊子 现在你看就发现 整个内阁的状况 都是长成这个样子 看守政府就变成无政府状态 好 听会 这个东西背后 有这么复杂吗 而且我重新再回来 我当时只看到 自由时报A300连续地打 我就知道攻击逃破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用的字眼 这怀疑到忠诚 说你去刁难 婉拒台美合作 婉拒台美合作 是滔天大罪 他敢做这种事情 自由时报的标题 其实有两个主轴 你看到那个主轴是什么 一个就是什么 自损国家主权 国格 一个是什么 你阻碍台美合作 拜托 台湾跟美国的合作 在绿营当中是神主牌 对 你怎么可以去阻挡 跟美国之间的合作 那如果美国来告状 对不对 我们先不管这个事情 我们先来看内容 他说国安高层 这的确是国安高层 是什么消息 真的假的 就我所思来讲的话 从蔡英文执政 一直到现在来讲的话 国安高层当中 国安会 我们国安会 基本上会有三个官员 专门在 这个所谓的处理 有关资安的事情 蔡英文讲了 资安即是国安嘛 对 他参加那么多届的 每一届的这个 台美之间的这个 金融资讯论坛 他里面有 这个三个官员当中 我可以讲 有两个 基本上是新潮流的 那一个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那种 非常专业的那种 那个官员 专门就是说 从学界挖过来的 然后基本上 有可能就说 在那推行 跟台美合作的 这个资讯安全的时候 结果被唐凤挡了 挡了之后 挡了那么多年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结果你看到 唐凤怎么有胆子 挡这种事呢 对 那这就涉及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挡这些东西 照道理讲 台美合作不是很好吗 我都猜测 跟商业利益都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跟商业利益 在商严三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资安工作 它不是单纯 只是为了安全议题而已 当然我们知道说 恶务战争 大家看到了 基隆体系被影响了 或什么 当然我们美国协助台湾 去建构一个防护系统 都OK 你看它里面写得非常细 具细名义 说什么国营事业的人员 想要参加 结果还要国营事业 每个单位都要自费参加 结果连唐凤都把他挡掉 就说不要犯这个东西 不要那种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说 所以你说自由时报 对它的指控 不是只是给你下帽子 不是只是扣你这个所在罪名 连你干了什么事情 都去细迷的描述出来 那就是一点一滴的 累积下来的东西 一个一个跟自由时报讲 所以自由时报 每一件故事 都把它写得非常的透彻跟彻底 那问题是说 现在台美之间 要建构这个东西 它是要钱的 它是要有商业利益的 为什么 因为资安公司 相关资安公司来讲的话 不管是美国 日本 它是非常强大的 台湾的资安公司 背后又是老板又是谁 我是大胆猜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美国在交手过程当中 美国不会很轻易的 一直在告诉你说 只有国安问题而已 它当中 牵涉到了美商的利益 牵涉到台商的利益 所以这当中来讲 到底唐凤凌 你党的因素是什么 你如果说 忠诚都没问题的话 那是不是商业利益的问题 那如果商业利益的问题的话 你在替谁党 或怎么样之类的 所以这个事情 就变得非常棘手 为什么很多人说很复杂 因为如果说表面上是一个国安问题来讲 但是自己下又是一个商业利益的话 那你是党到谁的利益 所以这些来讲的话 是不是它已经党到人家的财路 或者是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不配合什么事情 那使得很多派系 干脆把它拔掉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是绿营搞它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这里 好